随着人口的拉法 骨质疏伤的性行率也来来拉高 台南是在安安病院骨科医疏 肖幼蒙标西 中部最怕的就是拔倒做成的骨质 尤其骨质疏松的缓假 就算是稀罕浪到 下下是拔倒 也有可能出现骨质 除了宽骨以外 另外剑椎骨的必须 下下是骨质 因为较不容易精断 因此要特别生意 针对这种比较少见的 这种间椎的骨冲性的骨质 他通常诊断非常的困难 所以当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持续的一个疼痛 坐下也不行 躺着翻身 或者是说要被浮起的时候 都有些明显疼痛的时候 就会建议可能要来医院 做除了X光之外 可能更进阶的一个检查 那当然出现确定有 间椎骨冲性骨折的时候 我们可以依照病人的情形 去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 包含这个初期的药物的疼痛的控制 然后以及讨论 要不要去做进一步 间椎的一个成型素 那当然最后最重要的之一 就是要接续这个 骨质疏松症的一个治疗 医疏表示 因为间椎 生成的脊椎和骨盆 是整个身体的 在当中心 如果是骨子疏散 因此的间椎骨折 除了处理骨质的部分 另外医疏也建议 要合并骨子疏散的治疗 欧阵在治疗骨子疏散 有多种的基属药物 可以选用 包括口服 皮下注射 且这些是静脉注射定 反正可以跟医疏来讨论 适合自己的药物 台南新闻银跟蔡宏博德 突然我们会把群磊掉 的效果パフル 左右 你会保证 受到过 衍 Japan